真禍的愤言 自误 末世的言论 语言末世的大灾难 常 耶稣由圣殿里出来前行 满途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吸他汉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不是汉见者一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者里缺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毁地 耶稣由圣殿里出来前行 这一个动作 不少学者认为是个象征性行动 一如逝人 上主曾经离开他的圣殿 离弃他的子民 耶稣的离开 予以就如他上文所说 要洗到你们的房屋 必及你们留下一片荒涼 这里没有说明门徒为何叫耶稣看圣殿的建筑 但在马尔谷福音13章第一节的平行文 清楚显示 门徒是赞叹圣殿的愧礼 因而引发耶稣关于圣殿被毁的预言 在马尔谷福音24章1-35节 耶稣做了末世的先见者 预告了他来临之前的先兆和 世界终结的时候的情况 耶稣的末世言论 是由门徒的问题引发的 他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 门徒前来私下对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 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 门徒在橄榄山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些事发生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是 李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 李来临和时代穷尽是同意词 善释上一个问题之中的这些事 故此门徒的提问 不是针对着圣殿毁灭的预言 而是较宏观的关于末世的事件 毕竟圣殿的毁灭 也是末世景象的其中一环 有关第一个问题 耶稣没有正面回答 因为 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 除富一个外 谁也不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 不过就圣殿和耶路撒冷的淪陷而言 肯定是在这一世代之内发生 至于第二个问题 耶稣有比较详细的回应 耶稣说先兆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 即是关于战争的传言 战争在犹太人一贯的观念里面 都是末世结局的征兆 是天主神圣判罪的证明 耶稣叫他们不要因此而受到困扰 因为这事必须发生的 耶稣是要鼓励门徒提醒他们 历史是掌握在天主的手里面的 除了战争 末世的先兆还有大自然的灾害 这些灾难只是人子来临之前的阵痛 基督徒受到的迫害 亦都是属于末世灾难的一部分 那时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 要杀害你们 你们为了我的名字 要为各民族所憎恨 那时必有许多人要跌倒 互相出卖 互相仇恨 许多假先知要起来 欺骗许多人 由于罪恶的增多 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 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 天国的福音 必先在全世界宣讲 吸万民作证 然后结局才会来到 基督徒要为各民族所憎恨 各民族的原文 与十四节吸万民作证的万民 是相同的 换句话说 憎恨或者迫害门徒的人 正是门徒要规化 和传授基督的福音 和教导的对象 这样不是就是爱你的仇人 一个实例吗 外在的压迫 会导致基督徒团体里面出现混乱 和背叛 有人会跌倒 即是失调信德 背离天主 甚至会互相出卖 互相仇恨 耶稣指出 在这个混乱的情况 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 耶稣在全道训言里面 也曾经作出这个承诺 不过 全道训言所描述的迫害和灾难 是来自门徒团体以外的人 但是《马逗》二十四章这一道 从而展开在全世界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代 耶稣这一句话 也都解释了 为何他迟迟未再到来 因为基督徒 仍然未完成全福音的使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